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不小心 你逞什么枪啊 不可能啊 操作流程不可能出问题啊 真搞笑 就连最基本的酒精灯的操作都失误了 我说酒精灯怎么突然爆了 妆容 是你搞的鬼吧 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大家可都在现场 明明就是你自己操作失误了 温组长 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他动了酒精灯 我没有 不用解释了 这全部都是监控 这为了救你 我发型都乱了 我让你救了吗 我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 你这身怎么回事 在哪儿都跟我对着看 蓝博士 您好 我是石泰集团的CEO 师兄 你这也太会排马屁了 还蓝博士 蓝博士 骗子 居然满了我这么久 完了完了 依夫人对您的讨厌程度 这个项目她胸脱极少了 能不能把她毙上 之前我们公司有给你发过合作邀请 但是你一直没有回复 相较于合作的事 我更好奇 石总怎么知道我就是蓝博士的 她跟这个老狐狸 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 其实这并不难猜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发现项目漏洞 而且快速将实验呈现出来 我相信 只有蓝博士可以做到吧 明轩 你说 我跟这个老狐狸是要看的 当然是老板好看 老板是好看 走走走走 嗯 不 lawyer facult 老板 今天天气不错 很适合硬动啊 是 别理他 行经病 老板怎么样走了老板 老狐练 刚好 施总 跟我老婆聊完了吧 聊完我要带她回家了 你能不能不要来瞎导乱 还是希望 你能考虑一下 跟我们时代的合作 我相信 我们这儿一定有你 更感兴趣的东西 我会认真考虑的 喂喂喂喂 什么叫更感兴趣的东西 这个吧 无可奉告 倒是牧总您 您夫人是大名鼎鼎的 蓝博士这件事 你都不知道 您这个老公当得真是 很成功 要你管 你深蓝博士的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我跟谁合作 你也无权干预啊 再说我跟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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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博士 那我们保持联系 那我们保持联系 好 再见 石总 再见 石总 他能够给你的 我也能够给你 我也能够给你 我要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你给我呀 你就这么想要离婚吗 这不都如你所愿吗 牧总 牧哥哥 真的是你 我来陪爸爸找会员长谈事情 既然真的碰到了你 牧哥哥 我第一次来这里 你陪我去逛一逛好不好 我没空 原来牧总天天说自己忙 就是忙这个呀 温蓝姐 你千万别误会 牧哥哥是真的很忙 别叫我姐 没记错的话 我好像还比你小两个月吧 好了 牧总 我还有时间项目要阐述 就不耽误你们俩约会了啊 温蓝 温蓝 牧哥哥 什么 温蓝就是蓝国士 是啊 我也没想到啊 现在是 穆白和石巡都卷进来了 目前这个局势我控制不了 你把温蓝给我盯紧了 一旦有什么风吹躁动 第一件事就是向我汇报 他就是蓝博士啊 这死丫头骗子 骗了我们这么久 看来温蓝大学一一夜 就被温修远接到国外 继承他妈妈的衣钵去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别担心 我已经让他们盯紧了 这事跟我们扯着 行 行 石总 温蓝和蓝博士的消息 被发出去了 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 等等 不用干预 不仅不用干预 我们还要添油加醋 骨吹慕斯集团和蓝博士 已经合作成功了 为什么 因为这样 才能让穆白 和蓝博士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 谁啊 阿楚 蓝姐 慕白姐就太卑鄙了 你看这个 她竟然连自己都要吵了 숲berg 这个混蛋 我现在就去找她算账 婚姐姐 这么巧 你也来了 这是我亲手给木哥哥做的红豆派 不知道你要来 早知道 like 就多做一下 我今天没工夫陪你玩 你别误会啊 穆哥哥小时候 最喜欢我做的红豆派了 我今天特地亲自 给他送的东西 行了 你就别在我面前撞腾做事了 我看着烦 温兰 穆哥哥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不要像狗皮膏药一样 一直缠着他 我劝你最好想清楚 赶紧跟他离婚 把我的穆哥哥还给我 有意思 到底是谁对谁死缠乱打呀 一口一个穆哥哥 你都多大年纪了 还装嫩呢 你想干吗 温姐姐 你尝尝买可好吃了 闪开 同时 啊 你来 尝尝 在内心上面 你知道吗 你尝尝 你呢 我都会是 一个人 冩构 我相信她一定不是故意的 不 我就是故意的 我刚刚狠狠地叫你推倒了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没受伤你就先回去吧 你找我有事 办公室说吧 陆总好手段啊 一边拖延离婚 一边利用我蓝博士的名号 化解公关危机 真是厉害啊 所以你认为这是我做的 从昨天你知道我是蓝博士 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是蓝博士 只用了十二小时 你觉得除了你还有谁能做到 我才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你放心吧 我会查明真相 给你一个交代 这件事我跟你实现编故事 但是离婚的事 我一秒钟也不想再拖了 你就这么着急吗 当然 我现在非常讨厌你 我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 公司股票涨停了 那你们继续 在股东会 三天 三天之后你必须和我离婚 你必须和我离婚的事情 我离婚的事 我离婚的事 你必须和我离婚的事 你必须和我离婚的事 你为什么放着集团的利益不顾 也不肯告诉大家 你的妻子温兰就是蓝博士呢 要不是炎炎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你还想隐瞒大家到什么时候啊 好了好了 老离啊 就不要再怪贤侄了嘛 既然蓝博士是我们自己人 还担心什么呢 你说对吧 莫白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但是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一条 拿我跟温兰关系炒作的消息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这稿子肯定是温兰自己写的吧 他现在肯定特别怼 还医学天才 我呸 他把这事搞得人尽皆知的 要是被有些人拿去炒作了 那温兴的家产我们可就保不住了 爸 我不管 你 你必须给我想办法 我才不要把房子还给他 不 我们要把房子给他 来 叫我来什么事啊 好小子 像连哥都不叫了 来 若巧克力 你最喜欢的 我都多大了 早不喝甜的了 你叫我来到底干吗 听说你这两年 跟着蓝博士做助理啊 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蓝姐的事找我 你也是实态的一份子 你知道蓝博士现在对我们其实 我对你那些破事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还有蓝姐她不是我老板 她是我朋友 因此我不会出卖她 也不会帮你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如果蓝博士不跟我们合作的话 她唯一的选择 就只有木柏了 走了 喂 蓝蓝 你别生气吧 上次是庄柔做的不对 爸爸也冲动了 既然你想要房子 我们就还给你 你晚上再拿药吃吧 这也给你 新闻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公司其他人 不小心发出去的 我确实是不知情 这样不太对啊 木兰 新闻的事情是我的疏忽 我向你道歉 这个花 我最讨厌红玫瑰了 夫人 怎么一个人出的 这个给你 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 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喜欢吗 拿走 老板 你干吗呢 你说你都走了 走啊 哪儿呢 不空才啊 跟我走啊 柔柔 一会儿就看你的了 一会儿就看你的了 来了来了 爸 我不想搬出去住 文成 能不能再跟温蓝商量一下呢 还是走吧 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温蓝的 还给他们是无可厚非的 雅居虽然小了一点 但是也就凑合住吧 好吧 既然温蓝想要 就给她吧 毕竟她要跟穆白离了婚 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 太感人了啊 太感人了 我在门外听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许怡 您这演技可以去演《甄嬛传》了 温蓝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 我妈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 对你 她可是做牛做马的 你没文化就别乱说成语 做牛做马 我看是做威做福吧 蓝蓝 你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以前你明明很听话的 是啊 你多希望我听话呀 我示意的时候多听您话呀 您说什么就做什么 最后呢 让您耍个团团转 这么新年 我对你不好吗 文蓝 你太过分了 你跟我妈道歉 你这位留亲不认的人 揉揉 你 你会遭报应的 我们庄家三口吃我的 住我的 喝我的 就算遭报应 那也是福报吧 蓝蓝 我们已经答应搬走了 你就别再这么多多逼人了好吧 都说有了后妈也有了后爸 您现在这样搞得好像真的是我在欺负您的一家似的 蓝蓝 你可别这么说 要是你妈妈活着 可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啊 我妈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呀 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妈的事 庄文成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妈给你的 你放肆 可谁敢 我们都已经把房子都让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跟我玩下三乱的时候干什么 文蓝 我妈 爸爸好歹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怎么能对他这样 难道是因为你妈死得早 没人管教 啊 走